这玩意不是读书啊 老实老都要吃红烧肉 自己在家里面炒了 很多人炒出来发哭又发黑 老实炒不好 今天丽丽给大家分享一个 家庭般的红烧肉大肚子 若叫选这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直接把它盖到 切成大坨坨 然后切成这种四四方方的 就合适了 炒这个红烧肉哈 切几锅里面少了点油 等于要爆很多油出来 切好了红烧肉 直接下锅生煲 锅点高度白酒 我一定要耐心一点 把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 这样子吃起来才不油腻 炒成这个样子过后 凉面焦香哈 我们就把多余的油脂比出来 我们开始调料 放姜片 准备一点干辣椒花椒 香烟鬼皮的 料放进去 按照均匀 炒出香味 红烧肉好吃的关键 当然就是糖色 自己在家里面熬 老实熬黑 有发酷对不对 总是熬不好 家里面现在就常备一瓶 这个专门给您熬好的糖色 没得人回来喝起来 里面只有冰糖跟水 每次煮的时候就放上那么一小烧 你看这颜色好漂亮 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糖色 熬不好 一挖这个糖色就方便了 平时在家里面做点红烧 猪脚啊 糖色排骨 露鸡露鸭子都很把饰 下方就有零零的同款糖色 家里面奔一瓶哦 你看这糖色下锅过后 我这个红烧肉 一哈颜色就上上家 好漂亮 自己的不动熬的糖色哈 不是发黑就是发苦 要不然就是熬不好 特别特别的麻烦 家里面现在有一瓶这个糖色就安逸得多了 直接放上一瓶啤酒 跟它煮起 啤酒不够 我们就清水来擦 中午再煮个半个小时 调外放盐巴 鸡尖 来点大通透 就这样子哈 熬煮半个小时 直到两油为止 这样子吃下去了很少肉 是安逸哦 小朋友要多吃三碗饭 看都完全凉油啊过后 现在开大火 给它收一收糖质 哇塞 短短的感觉 哇塞差不多要好啊哟 哇塞你看这个红烧肉 跟你的关子都吃得了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好爱呀 油凉凉的哈 这就炒好了哟 这才是真正在出口即化的红烧肉 哟啊这个汤在红烧肉也能轻松的搞定了 自己在家里面哈 都跟豆腿腻一样 背一瓶哟 好